各位你好,我是心齋,一念不生,萬元放下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一本書《膽固醇的真面目》 是由鮑登博士和西立特醫生寫的 內容簡介,心臟病的原兇原來不是膽固醇 知名的營養學家和心臟病專家 揭示心血管病真正的聚灰獲首 教女不需要暖降、膽固醇 都有能四大互發維持心臟和血管健康 這本書榮獲亞馬遜心臟病類書籍二十大 心臟病的原兇原來不是膽固醇 膽固醇根本沒有好壞的分別 低肢、低膽固醇的飲食法 無法保障健康 知名的營養大師和心臟病專家 以科學實證推翻錯誤的營養觀念 教女建立維持心血管健康的四大互發 傳統的心血管病治治療 都是強調以藥品和飲食降低膽固醇 但是國際知名的營養學家 鮑登博士和心臟病專家西立特醫生 按最新研究和臨床驗證揭示這個療法 背後只是欠缺科學的實證和假設 以及財雄世大藥廠的推銷手法 原來膽固醇在心血管病裡只是扮演一個小角色 被稱為老化四騎士的氧化、炎症、糖和壓力 才是聚夫會禍首 用藥物和食療降低膽固醇 並不是對病因的 反而是令脈免疫系統變藥增加細菌感染風險 誘發呼吸和腸道疾病 兩位專家除了打破有關膽固醇的謬誤之外 還指出低膽固醇飲法之類種種的問題 撥亂反正 教你建立四大互法飲食的原則、運動的方法、營養的補充、壓力的管理 助理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建立心血管健康的習慣 遲些我會講藝師討論膽固醇的問題 在藝師的臨床經驗 告訴他 聽聽低膽固醇的人 離患癌症風險較高 所有癌症的病人都是低膽固醇 所以膽固醇不是我們一路視之為很恐怖 膽固醇 遲些我會慢慢跟大家分享藝師對膽固醇的看法和他的意外 這本書的特色是由唱蕭書作家John E. Bond和Steven合著 令作者根據最新的研究和臨床結果 有策略有效地預防、管理、逆轉心臟疾病 這是亞馬遜心臟病類的頭二十位 比國醫學權威Michael Anders and Mary Dan Anders 《我不怕膽固醇》作者吳樹欣隻醫聯手推展 以證據打破謀誤 顛覆大家一直以為對膽固醇的神話 提供四個具體的步驟 令讀者不再聚焦在膽固醇 反而能有效防止心臟病 而防止心臟病 其實偽司也會有其他方法 遲些我會跟大家分享 名人推薦 以實證和淺白的詞語解說 向讀者解構導致心臟病 和其他疾病的真正元兇 膽白質的神奇力量作者 很高興作者寫了這本書 對抗主流醫學意見 損失過去大眾對飽禍脂肪和膽固醇的誤解 《我不怕膽固醇》作者 《吳樹恩職義》 膽固醇真面目 偉大的膽固醇神話 為何降低膽固醇不能預防心臟病 以及無他丁類藥物的計劃 心臟病是頭號殺手 然而傳統的心臟病協議 將一切都搞錯 科學發明膽固醇和飽禍脂肪 不是導致心臟病的直接途徑 但是低脂飲食和他丁類藥物的標準處方 正是導致巨大健康的危機 這本書膽固醇的真相 揭示了劣質的科學 被操縱的研究和企業的貪欺 這些神話永久化 並展示了心臟的真正聚灰禍手 包括糖和脂肪 嚴症、壓力和充滿加工食品的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大型製藥公司已花費了數千萬美元的廣告資金 來創建每年300億美元的 降膽固醇藥行業 這場錯誤信息運動最令人不安的後果是甚麼? 真正的悲劇系通過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膽固醇上 我們幾乎忽略了心臟病的真正原因 嚴症、氧化、糖和壓力 可逼的是政府已經與這種虛假的罪術步調一致 政府和美國心臟病協會主要衛生組織 接受和推廣的很多一般飲食指南和膽固醇恐懼症 直接或者間接相關 正如你將我們書中的了解 膽固醇的數字是心臟病的一個相當糟糕的預測因素 超過一半心臟病發作住院的人 有完全正常的膽固醇水平 大約一半膽固醇水平升高的人 有完全正常健康的身體 這本書《膽固醇的真相》 參考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 關於20世紀70年代 涉及12萬名婦女的護士健康研究報告 他們發現支持了書的研究 這個報告的作者 研究了82%的冠狀動物事件 可以歸因於缺乏遵守五個因素 第一,不抽煙 第二,適量飲酒 第三,每日做最少五半小時的中度或劇烈運動 四,保持健康的體重 DMI 低於25% 五,食大量 Omega-3 脂肪 和纖維有益的健康 低血糖、低糖的飲食 關於膽固醇的部分 在哪裏? 它也不存在 書解決了另一個神話是好和壞的膽固醇的想法 知道你有高的低密度、膽白質水平 幾乎是一條無用的訊息 除非你知道有多少 密集的膽、枝板、白質水平 密集的那種有害的 以及大、蓬鬆的那種 一點都沒有害 不幸的 大多數醫生在這件事上都落後 距離查看的總底低度、膽固醇的數字 而不是大、小和類型 如果這個數字 甚至比實驗室所說的略高 處方尖出來的 LDL 既不正確地命名為壞膽固醇 有幾種不同的瓦型 並不是所有瓦型都不好 可否相反 可比的是大多數醫生 是沒有進行獲得測試 通常由保險覆蓋 來確定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雖然膽固醇經常扮壞人 那麼我們怎樣從膽固醇中受益呢? 膽固醇是一種激素工廠 膽固醇給人體用來合成膽質酸 膽固醇是體內所有細胞膜的基本成分 膽固醇對免疫系統是很重要的 我們用膽固醇造成維生素D 了解這種被受非誹謺的分子功能 功能就能幫助你理解 當我們追求更低 或者更低的膽固醇造成時 為什麼這個事情是會出錯? 書寫了關於膽固醇維生素D的聯繫有幾強 甚至提到2012年 關於我們成員維生素D水平的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研究 書寫了詳細說明一點 不能夠誇大膽固醇維生素D的聯繫有多重要 有令人信服的研究 將低於最佳水平的維生素D 和心臟病、身體表現不佳 骨質疏鬆、抑鬱症、癌症、減肥困難 甚至所有原因的死亡率聯繫起來 飲食中的真正魔鬼的標籤 是什麼你提出這個結論呢? 你的結論就是 唐 你書上說 唐貼上是飲食中真正的惡魔 唐對心臟的危險比脂肪大得多 唐直接負責體內最具破壞的過程 即唐化 唐化是指 當黏性唐分子聚集到他們不屬於的結構上 本質就是黏貼 這個膽固醇和心臟病有什麼關係呢? 一切在書上都討論低密度的膽白 膽固醇受損的一種主要方式 通過自由肌產生的氧化應激 你能猜測它損壞的另一種方式 唐化 唐在紀起犯罪現場和心臟病有關 1992年一項調查 八歲老人的血液工作 已找出異常長壽的人口成員 含有任何共同的點 他們有三種 低金油三支 高密度的肢蛋白膽固醇和低空腹的胰島素 你的飲食影響其中兩種血液措施 當你在飲食減少或者消耗糖和加工碳水化物的時候 這兩種措施都好像石頭一樣下降 肥胖為何這麼多年都不能跌 反而增加 而糖卻是滑降 為何呢 沒有脂肪的政治客廣 但糖有一個很大的遊說企業 2003年世衛發表了一份保守合理的報告 名為飲食營養和慢性預防 其中世衛組織聲明 人們從添加的糖獲得的每日的熱量10%以上是很主要 該報告建議人們是要控制一些涉入的糖 就可以降低患肥胖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 報導後華盛頓郵報的一名記者引用糖業的協會主席安德魯 給惠祖總幹事一封信 他在信裡說 我們將盡一切通過渠道 揭露飲食營養和預防慢性病 報告的可疑性 兩名參議員 當時是衛生和高中服務部的部長湯米 寫了一封信稱 軟飲料和肥胖有關的證據不令人信服 高果糖的玉米糖漿危險性在哪裏呢 在人類的高果糖飲食幾乎就會立刻提高金油三支 然而在全食品如水果中發現的果糖是另一回事 例如蘋果是沒有那麼多果糖 例如蘋果帶從水果攝出的果糖濃縮成糖漿 然後插入我們的超市購買的幾乎所有食物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動物 如果你想讓一群實驗室的動物 別得而倒數抵抗 你要做的就是讓他們為他們吃果糖 膽固醇的真相 沒有什麼被發現幾十年被廣泛相信的東西是錯誤 更令我喜歡 這本膽固醇神話符合我很多項目的模式 它聽起來不錯 表面上是很有意義 並且好像是一個心惡學上合理的解釋 但當進行科學測試的時候它失敗了 這本書涵蓋了血液裏的膽固醇水平 飲食裏的膽固醇和降低膽固醇的藥物 雖然我們聽到並不是所有內容都是神話 但很多都是神話 作者提出了以下的主張 並以對關鍵文章的良好引用來支持他們 首先血液的膽固醇水平和心臟之間的關係 充其量是微弱的 當然也比通常描述的更加複雜 一般的心臟病發者患者膽固醇水平正常 一般高膽固醇患者患有心臟病 此外好的膽固醇和壞的膽固醇簡化 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因為好的壞的膽固醇也反之逆軟 此外和吸煙和其他關聯相比 你這種與心臟病複雜關聯很弱 有一些關係目前正在澄清 但是你的整個膽固醇水平關係就很弱了 最重要的訊息是無論一些膽固醇的血液水平和心臟風險之間存在複雜的相關性 但是膽固醇的飲食攝入和血液水平之間沒有相關性 儘管如此政府機構仍然建議限制善食膽固醇 這種假設的相關性是結論條約和過度簡化的一個例子 其背後的證據是為研究和政策制定了的偏見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推動這個神話的結果是意外後果發生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與體內儲存和產生任何一樣 膽固醇水平由複雜的穩泰性肌調節 膽固醇對很多身體功能至關重要 和構成我們細胞和許多汗染毛的迫 它從開始產生主要是肝臟內 並從我們飲食的膽固醇內吸收 如果我們吃得更多 我們身體產量就會減少 如果我們吃得少 身體的產量就會更加多 具體來說 鮮食飽和脂肪對你沒有壞處 替代品好像氫化植物脂肪和糖更加差 意想不到的後果來自丁類藥物 降膽固醇的藥物 它們的影響不一定由於膽固醇水平的任何影響界度 它們可能通過抗炎作用 它們在受限制的人群裏 在心臟病發作的高風險 中年男性莊中有限 但即使是這樣 它們對原因的死亡都沒有影響 並且有明顯的副作用 然而它丁類藥物視為心臟病問題的答案 因為營銷和遊說背後的絕對份量 以及我們誤導信念 即是血液裏面的膽固醇水平 和心臟病是有關的 它丁類的存在和所涉及的金額 就是膽固醇神話延續的原因之一 它丁類的藥物阻止了膽固醇的產生 對於這樣重要的物質 我們怎麼能夠認為阻止生產 不會直接導致心臟病的東西呢? 以及對我們身體功能這麼重要的東西呢? 不過不會產生異常不到的效果 副作用並不少見 而且是很重要 包括性功能的障礙 記憶力的衰退 肌肉功能障礙和糖尿病 另外一個重複的觀點是 以前提過的 儘管這本書報告 一些研究顯示出一些好處 但是它們一再顯示 對整體全部死亡率沒有好處 討論導致心臟病更可能的罪呼禍首 就是糖、炎症和胰島素抵抗 這本書最後一部分涵蓋了糖類 其他飲食因素和壓力 並對心臟健康提出建議 並關於食、醬、果和黑、考慮 以及笑、哭的證據 是不讓人信服 鑑於作者要求膽固醇文獻的證據水平很高 我覺得這部分令人失望 如果這本書提前完成幾張 並堅持揭穿膽固醇神話 它會更強大 如果你已經證明某人是無辜 找到其他人並不能加強你的案件底線 為什麼鑑膽固醇是不能預防心臟病的呢? 以及無他丁類藥物的計劃 關於心臟病的暢消書更新了 關於膏、脂肪、生酮飲食、糖、遺傳學 以及其他因素的聚新研究和臨床發現 心臟病是頭號殺手 然而傳統的心臟協議強調降低膽固醇都是錯的 新興科學表明膽固醇水平是心臟病的不良預測因素 降低膽固醇水平的標準處方 如果無效的低脂肪和高碳水化學物 飲食和嚴重的導致副作用的他丁類藥物 掩蓋了心臟病的真正原因 甚至領先機構的醫生多年來都一直被誤導 因為製藥公司對研究結果的創造性報告 這些研究結果只是支持每年310億美元的 降膽固醇的藥物行業 大膽固醇的神話揭示了心臟病的真正聚灰禍首 包括炎症、纖維膽白質、金油三支、銅型半光、安酸、腹部脂肪、 金油三支和高密度的脂肪、蛋白率和高血糖水平 暢銷書作家鮑登博士和西勒特醫生 根據最新的研究和臨床發言 為讀者提供了有效的預防、管理、逆轉心臟病的四步策略 包括飲食、鍛鍊、補充劑和其他壓力和憤怒管理 神話和事實 高膽固醇是心臟病的原因 膽固醇只是炎症及聯中的次要因素 而炎症是導致心臟病的原因 飽和脂肪是危險的 事實 飽和脂肪並不是危險 殺手脂肪是來自部分氧化油的反式脂肪 吾驅 知膽固醇愈高、壽命愈短 事實 高膽固醇可以保護你免費 免受慰腸道疾病、肺部疾病和出血性中風的影響 而在危私的個案裡 可以看到所有高膽固醇的人都沒有癌症 對所有危私的病人、所有低膽固醇的人 患有癌症的全部是低膽固醇 遲些我會再說 吾驅 高膽固醇是心臟病發作的閱測因素 事實 膽固醇和心臟病發作之間是沒有相關性 吾驅 用他丁類藥物降低膽固醇延長你的壽命 沒有數據表明他丁類對壽命有重大影響 吾驅 他丁類是安全 事實 他丁類是有極強的毒性 包括導致死亡 吾驅 他丁類對男性、女性、老人家都有用 事實 他丁類在患有心 今觀心病的中年男性的效果最好 吾驅 他丁類對患有冠狀動物的中年男性有用 因為他膽固醇有影響 事實 他丁類藥物可以減少炎症 並改善血液的黏度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點讚、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